台南市的新童安夜市 昨天晚上有男子抽烟 受不手心把烟蒂 谈到隔壁桌的一名青少年身上 就抖治双方爆发冲突 最后更因此造成两名青少年受伤送医 一群黑衣男子一言不合 在夜市的用餐区扭打成一团 四周的民众纷纷闪避免被波及 远警接获报案 紧急赶到现场处理纠纷 并且闲助引导救护车 将车开进夜市里救援 救护人员将受伤男子的头部 做初步的包扎之后 往医院治疗 幸好伤患的意识清楚 还能自行上车 9号晚上9点多 台南市安南区新童安夜市 发生一起斗殴纠纷 36岁的方姓男子 一开始和朋友坐在座位区用餐喝酒 一边吞云吐雾 因为烟蒂不小心弹落到隔壁桌 17岁的无姓青少年身上 双方爆发口角 两人各自的朋友上前助阵 四个人扭打成一团 最后导致17岁的王姓青少年头部受伤 以及17岁的无姓青少年手部挫伤 全难一据众都杀人未遂 及伤害等罪嫌移送 方姓男子和26岁的失信友人 原本还在现场假装事部关警 警方事后调阅监视器 发现两人涉案 立刻将人带回禁局 全人讯后将四名兜偶的男子 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记得苏怡婷、杨文华、台南报导